欢迎来到小九聊剧,今天小九带来,锦衣之下之共白首。 第十三章,今夏受邀赏花卉,三言两语叹虚实。 路易也回想着当年在杭州城的点点滴滴,如今在看眼前的场景。 城还是那座城,只是早已物是人非。 大人,咱们要不要去淳于府看看? 毕竟那是您的母家。 袁金夏看着大街上水灵灵的姑娘,却再也没有了第一回来时的心境。 你不介意?介意什么? 袁金夏也不是说没有怪过淳于敏。 他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,也曾愤怒于他接受命运的摆布。 死者为大,人既然已经死了,那他做下的事就如同风一般,不留一丝痕迹。 况且当年也是因我而起,若是我不贪玩,及时解释自己女儿家的身份,或许也能改变他的结局。 又或许只要有司马长安在。 只要马场西侧的那块地属于淳于家,他们就逃不开被灭门的惨剧。 但他好歹心里还能好受些。 有些事,看似偶然,实则必然,非人力所能更改之。 这般多愁善感,可不像我认识的袁金夏。 陆毅极少见他这般忧郁。 淳于敏早已不是当年那般破败的光景,如今这里,住进了新的人家。 陆毅不便上前打扰,只与袁金夏远远地看着。 层服依旧有忙不完的事物,还是那的兢兢业业的下属。 他们一路行之官义,没过多久层服便带回了消息。 大人,属下已查探清楚,淳于家被灭门后一年,便有人接手了淳于家的事物。 成为了皇商,淳于府如今已是南宫府,属下打听到南宫家似乎在朝堂上也有一定的势力。 乃高大人举荐,内阁大臣高拱,高大人,袁金夏大胆地猜测了一番。 袁补快怎知?层服一脸一货,貌似朝堂上姓高的大人不少。 高一大人也姓高。 这还不简单。 当年淳于府就是因为陆家才稳坐皇商之位。 既然淳于家出了事,那么新来的皇商背后就一定要有资本。 且在朝堂上也能说得上话。 刚才你又说是高大人。 在朝堂上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高大人也就只能是高拱了。 说起来,袁金夏也和这个高拱打过交道,为了下家昭雪。 他除了去求徐静,历史为徐阶之外也去求过高拱。 没想到这个人倒是一副铁石心肠。 不过也好,既没有帮他,也没有去告发他,也是一件姓事。 袁金夏还想说些什么,有人来禀报说七夫人邀袁金夏一句。 袁金夏一听遍什么都顾不得了。 自从三年前杭州城一战,他就将七夫人看作此生榜样,这三年也在有意无意严格要求自己。 如今能再次见到七夫人,袁金夏内心激动得无以复加。 到了将军府袁金夏发现今时不同往日。 这里除了七夫人还有不少官家夫人及其子女。 七夫人见到袁金夏,立马让奴婢带着她换了一身装扮。 这才将她引荐给众人。 今日之事劳烦袁姑娘做一场戏了。 袁金夏发现七夫人眼底一片淤青,稍木也不似当年炯炯有神。 夫人放心,有些事情她不好过问,但演戏她还是在行的。 这便是我与诸位说的娘家小妹,今日才到行程。 七夫人一开口,所有女子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她。 袁金夏从未这般接受过妇人以及小姐直勾勾地打量。 脚步有些发虚,但她好歹也是不快,这种场面也不至于应付不了。 七夫人在打扮袁金夏时也用了心,只见她投书坠马迹。 右侧用灵芝竹节纹玉粘点缀,左侧以球形珍珠布瑶装饰。 再俯织以紫玉芙蓉耳当,身着子涓翠纹裙配置以藕丝琵琶琶金上衫。 外套漏金梅花纱衣。 虽不失粉带,可她生得肤白貌美。 这样一亮相,许多小姐面上变了神色。 果然是武将人家。 虽然模样生的周正,却也学不会打扮。 这身寒酸的衣衫也好意思穿出来,丢人现眼。 人群中不知是谁先开了口,其他夫人小姐一听便眼面吃笑。 袁金夏见英姿萨爽的七夫人面对她们开口,既不反驳也不辩解。 有些奇怪,这并不符合七夫人的性格呀。 袁金夏瞧出了这几位夫人来者不善。 又见七夫人欲言又止,便下定决心帮了这个忙。 只不过,既然要帮忙,那也要帮到底,绝不能给七夫人留下后患。 七夫人若是不担心得罪她们那卑职,就不客气了。 袁金夏与七夫人只是一个眼神交汇,七夫人点了点头。 袁金夏便挺起了胸膛。 这位夫人此言差矣,胡广大汗。 皇上为之忧心,为天下百姓祈福,不惜大赦天下。 如今宫中皆缩减用度。 诸位夫人却在此处奢靡浪费。 不知陛下知晓,诸位夫人又该作何解释? 袁金夏双手交叠于父前。 言语不卑不亢,将在场的夫人小姐盯了个遍。 她这些年的捕快也不是白当的,审讯犯人也是她的拿手好戏。 不过几个眼神,有些人便维持不住表面的和善了。 你以为你是谁? 不过是王世母家之人,说得这般严重。 也不过是吓唬人罢了。 这个人袁金夏从进门就瞧见了她。 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,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。 袁金夏也没有对她过多关注,却不曾想她竟然主动跳了出来。 这位小姐如此大言不惭怕也是不畏皇权。 不知这位小姐是谁家府上的千金啊。 袁金夏突然就想起了陆毅的案子。 既然来了,不打听点有用的东西回去,怕是白来了一趟。 那你可听清楚了,本小姐乃是南宫府二小姐。 南宫琉璃。 今日来此赏花的皆是达官显贵,世家富商。 也就只有妻夫人不解风情,邀请你这么个寒酸之人来此。 南宫琉璃一副瞧不起袁金夏的模样,袁金夏也并未多说。 南宫小姐说的是,我虽自京城而来,家事也确实比不上诸位。 袁金夏不与他们争辩,带着妻夫人便要离开。 而有些夫人可比这些小姐们有眼力见多了。 一听袁金夏说她来自京城便有些坐不住了。 袁金夏也不在意他们的动作,与妻夫人找了出偏僻的亭子。